中共紅色滲透 近期遭到法國媒體相繼揭發 法國重點週刊上月26日揭露中共把觸角 伸進大學與社會引發華人 世報大學前法學院長梅斯特隨即辭職 法國第二電視台也在2月25日全面調查欄目中 播出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深度調查報導 揭露中共從文化、政治和技術等領域 多層面滲透法國 英中兩國矛盾不斷升級 3月9號中共外交部召見了英國駐華大使吳若蘭 對他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所謂的嚴正交涉 但吳若蘭發文說堅持自己文章中的觀點 美國國會大廈目前留守的5000多名國民警衛隊員 原計畫在本週末離開 美國國防部週二晚間宣布 將部署大約2300名國民警衛隊成員 在華盛頓DC國會大廈多停留兩個月 直到5月中旬 日本311地震滿10週年前限 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發布報告表示 東京電力公司在湖島第一核電站內部 發現了新的污染場所 且嚴重程度遠超過預期 因此原本廢爐拆除計畫 可能需要重新考慮 新唐人的電視這裡報導